这件击鼓说唱勇 是一位东汉的排忧 他表演的艺术形式在后代 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我们今天常见的什么 就是此类艺术形式的代表 A 杂技 B 相声 C 歌舞 D 魔术 请答题 如果不了解的人 单从这个姿势来看 估计可能还会觉得像不像歌舞 有可能 但这个太有名了 时间到 维彤 我觉得这道题 其实我在看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懵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说唱艺术 其实还是更接近于 我们现在说的大鼓一类的 所以我只能选一个 跟它比较接近的相声了 但是我也知道 那个排忧是自古而有之的 好像是战国册当中 就记载过一些排忧的故事 那些排忧好像都是 比较能言善辩 比较搞笑的 那这样的话 还是选一个相声吧 虽然我也没底 排忧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它要活跃气氛 它要让人发笑和感到开心 那么我们在以下四个选项当中 来看的话 哪一项艺术形式 是和这个效果更接近的呢 就是相声 因为这个杂技 在中国古代称之为百戏 它不叫排忧 这个歌舞 汉代出过很多歌舞的勇 它和这类也不一样 这个魔术是很近现代的事 所以说最后排除就是选择的B 而且相信唐代有魔术 但他一定不会说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 所以达不到让人欢笑的效果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选项 相声 场上的六位全都答对了